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山顶的可能要八九月开 所以其实时间是不太一样的 那花东秘境呢 要在今天节目当中带大家看过来 先给大家介绍 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 这是我们农粮署 东区分署的徐辉飞 徐副分署长 好 长官好 还有我们在收听阿尔抱抱 聋咱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 我们今天其实有带伴手礼来 我告诉你 如果妈妈们你带这样的礼物给她 超开心的 是的 因为如果我有这样子的金针花一包的话 我就会去买排骨 买鸡腿 然后我去煮她一锅汤 对 好好吃 很香 很香 但是呢 我只要看到这金针花 这么一小朵 想到那个 人家采茶姑娘 还要编唱茶山琴歌呢 采金针花没有采金针花的歌 这个应该要找这个 我们看有没有 子母手中邪 有子身上衣 你想想看 他一朵一朵去采下来 对 这是一个很搞刚的 没错 对 产品对不对 对对 因为它的重量并不重 所以相对来讲 它就是要花很多的工 而且它每天都要寻 是 金针很特别 它开花 我们采的这个做干金针 叫一日花 一日花 对 就是开花前一日 就必须要把它采掉 因为金针如果开完了以后 它的花就散掉了 所以这是不能拿来做干金针 也不能 也没有拿来做鲜石了 所以如果干金针的话 就是要采在一日花 那像我们鲜石的话 会采更嫩的 大概就是两日花 或者是三日花 就是开花前两天三天的 那个怎么判断呢 我怎么知道它 是不是 我只能看开口 要开的时候是快开花了 对 那它们要采更早之前 对 其实像一日花来讲的话 就是它的这个花苞 已经转成黄色了 还没有开 已经转成黄色的 比较大的这个 就是一日花 那在接下来 没有转色很 转得变得很黄的 比较绿的 这个就是二日花 OK 好各位 其实我们今天介绍的主角 大家一点都不陌生 不管是你去观赏 到花东去玩 看一整片的金针花田 或者是呢 你会采买在家里面 做料理 我告诉你哦 现在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 就是可不可以做西式的方法 做一些糕点啊 或者是一些甜点啊 可以有金针花的风味 因为它的味道很独特 对 香气四溢 其实它是一个很优雅的花香 是 对 那这个优雅的花香 我们就要带大家来认识它 先透过图片来看一下 一整片的花田 你可以看到在台湾的花东地区 有很多很多像这样的金针花 那么我们一般有人叫它叫宣草 那有人叫它叫母亲花 那在欧美呢 他们更叫它说 哎 这等于是像康乃馨一样 代表了母亲一样 那从现在开始 几乎每个月 大家都会看到陆续 在花东地区 美丽的这个金针山的整片山 也都会看到 然后阳光 还有金针 哇 相互呼应 我去看过一次 我只能说壮观 而且对 因为花东本来就是有非常无敌的美景 然后大山大海 那在我们的金针山 像我们花莲最有名的就是六十淡山 或者是玉璃的赤柯山 那这个在山上都是可以俯瞰我们的这个重谷平原 然后很壮观 然后还有台东的太马里 也是这个风景都非常的优美 然后而且金针一重的话 通常都是一整片的 所以看起来就很辽阔 是 那那种辽阔其实很适合全家人 或者是谈恋爱啊 因为他其实上山还有一段路程 对 所以可以全家人一起去 或者是邀三五好朋友一起去 那我们也会在新闻当中看到 这个我要特别讲一下 很多人去看你就好好拍照就好了 然后呢就给他乱踩一通 方处长那个要踏法一下 是其实我们金针的培育都是农民的心血 对 所以真的是不要随便去踩到那个田里面去 那其实有的我们有的一些休闲农场 他其实会有一些食道的不就是那种小路 那其实在里面拍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对嘛 所以你可以按照指标去走 帮你找到一个最漂亮的景 不要自以为很聪明 跑到那个金针花田里面一拍 花在前面 人在花海里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画面看起来很像那个 就是人在一片花海里头 那我们希望这个活动 来刚刚那张照片给我看一下 这样子拍就很好 对 是不是 就很美 然后很过瘾 好 这个就让我们讲到了说 其实为了让大家认识金针花 我们也办了很多的活动 邀请很多的朋友来参与 这其中是一个大地餐桌的活动 是不是 对 其实我们办这样一个活动 也是跟大家宣告说 我们的金针季来了 所以我们农量署东区分署 今年在5月8号 那在台东的这个天山农场 他在资本温泉区附近 然后就举办了这样子一个大地餐桌 然后大地餐桌 其实他就是利用我们在地的食材 然后结合我们这个传统料理的一个文化 然后去做出好的料理 让这个我们的来宾可以去享用 那同时最主要当然是后面无敌的金针美景 用美景来佐餐 好像大家对这样子吃的时候的体验更深刻 是 那种体验其实蛮适合教小朋友 小朋友可能看到金针花 你刚才讲说 这又是母亲花 它又是金针花 它又是菜 他可能就会问说 那一朵一朵的花 我们是不是把它采回家 当它长成是花的时候 就叫做观赏用 对 就不是当成菜了对不对 对 因为它已经打开来了以后 其实就没有办法去做成 像我们干金针 或者是鲜食的草食用 就不会这样做了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如果看到整片的金针花海 其实那个是特别去留花来做观赏用的 留下来就不要采它 让它变成花海 这农民要跳脚 所以像花莲县政府 它为了要鼓励人家留花 所以它其实是有补助农友 在比较就是等于主干道上 去营造这样一个花海的形象 来吸引游客来 这个目的其实也是希望说 那我们吸引了很多朋友来这里观光 可以带动一点在地的经济活络 因为从今年4月3号地震之后 对0403地震 哇我觉得花莲其实受了很大的冲击 那很多的农产品 或者很多在地的一些活动 都没有办法进行 那现在其实是OK咯 今年比较 现在差不多还好 其实现在的游客也还没有 还没有回来 对说实在话 这一次花莲的受创真的蛮严重的 包含像泰鲁阁这个地方 它本来是花莲很有名的一个景点 所以它现在等于也不能够进去玩赏了 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农业部这边 也跟像那个观光局 交通部观光局那边合作 再去推这个相关的一些 像我们是以修行农业为主 去推一些农业的振兴方案农游 然后希望把观光客带进来 那当然因为观光客少了 在地的一些消费就会少 所以在地的一些蔬果 或者是像一些农特产品 本来很多人可能会来顺便当伴手里的 那这些的消费也都降低了 所以农粮署 应该说农业部 农业部在地震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就注意到这个问题 所以马上就去启动我们一个叫做重新出花 从心里面出来到花莲 来支持花莲的一个方案 那这个因为是当时是考量说 很多游客不会去在地消费 那我们就透过一个电商 网路选购的一个方式来去做推动 那这个重新出花的一个方案 就从四月到六月 所以现在已经是 现在还在进行中 但是快结束了 月底就没有了 对对对 那它的好康就是你在这个电商消费 买这个我们花莲的农特产品的话 就可以享受买五百送一百 等于差不多是打八折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我们花莲很多农产品都是非常优质 不管是像稻米 我们的稻米都是非常棒的 然后稻米啊 还有像我们很有名的蜜香红茶啦 或者像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金针啊 那还有像现在西瓜也快要结束了啦 我们的花莲大西瓜也是 也是 Okea已经结束了 黑式番茄已经结束了 结束就没有了 对对对 就是这些作物有时候会有产期 对所以大家都可以上这个网站去看一下说 现在还有哪一些产品 然后可以用 那我们这个农业部的国际 农业部这边有会整 一个台湾农产家年华 然后一共有17家电商 就是有参加我们这样重新出花的一个活动 然后另外像这个 我们农粮署这边 也针对小农有开辟一个叫做 农粮直卖所 对所以如果说上这一些的电商网路都可以享受这样一优惠 那就要赶快把握到6月底 到6月底 那你要把这个讯息一边看的时候一边按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对对对 一方面其实是让自己可以到花东去走走 或者是我们可以买一些农产品 或者是在地震过后 你看日本对台湾都这么有爱心 我们自己当然要把那个爱心就给他拿出来 来支持一下在花莲地区的朋友们 那既然今天我们讲的是金针花 躲躲开 我们还是要来认识一下金针花 坦白说平地跟高山还是不太一样的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不同呢 一样是金针花 那第一个是产期的不同 因为像我们一般平地金针 气温当然是比较高一点 那山上的话大概就差不多800到1000公尺左右 那气候比较冷凉 所以平地金针的话 一般的花期大概就是现在 大概从4月到6月 然后高山的话主要会集中在8、9月的时候 那品种上也略有点不同 以山上来讲 主要是以比较传统的华南种为主 那像平地金针的话 就有像鲜食用的香水金针 或者是像这个台东6号或7号 那花莲厂今年也推出一个 花莲7号的一个鲜食品种 然后其实现在也都在记转推广当中 是 你还看一下这张照片 你分得出来它是几号跟几号吗 不用猜了 其实分不出来 但是它都是金针花 是 它都是金针花 所以真的很漂亮 甚至有人专门就是 用这样子金针花的 一整片的山林 一整片的花海 让大家作为观赏之用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 华南种的金针花 那它也会依照花莲啊 台东啊 海拔不一样 它种植的金针花也会有一些不同 但是我们有编号对不对 1到6号那是什么 给我们用看的吗 我们这个就是金针的品种命名 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的很多试验改良场所 其实它都会去针地 针对在地的农作物 然后去研发它的新品种 不管是可能用杂交育种啦 或者是用选种的方式 那刚刚所谓的花莲1号到7号 或者是台东1号到7号 那就是他们推出来的新品种 那是新品种是要经过这个 就是品种审议委员会去审查 再去做品种权的登记 那以这个台东7号来讲 就是我们这是在天山农场主推的 那它就是一个花色比较橙黄色 然后尤其它的花药是浅荷色 那它来做这个无流金针的时候 那个颜色做起来就非常的漂亮 好 这个无流这件事情 我想也可以透过今天分署长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也让大家开一下眼界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的年轻孩子都已经是感受到 叫做是无流金针 但是早期都会那个流 为什么要用到那个流 这是关系到什么 其实因为金针它本身是必须要干燥 才能够长期保存 那在干燥的时候就是早期 其实它是用浸泡流的方式 然后那个浸泡出的颜色会比较鲜艳 然后看起来卖相也比较好 但比较耐保存 那后来因为等于如果含流量过高 其实对人体还是不好 有担心 是 所以后来我们就去推广一个叫做安全金针 跟无流金针 那安全金针就是用熏流的方式去做出来的 那它的含量就必须要符合胃腹部的标准 在这个400ppm以下 这样一个标准 那另外一部分的话 就是像这个无流金针 那无流金针主要就是靠烘干的技法 去把它干燥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无流金针 那当然它安全性一定是更高 那在只是说它颜色上可能就会跟这个安全金针来比的话 安全金针颜色会比较鲜艳一点点 比较偏红色 那它就是淡淡的这种浅黄褐色这样子 有时候就是打破一点迷思 我们要无流的作用就是 不要让那些剂量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那坦白说 在安全的情形之下是没有事的 可是现在大家都很重视食安 那当你重视食安的时候 有时候你可能要有点舍弃 比如说你就不要它的颜色要这么鲜艳 你觉得我要卖相很好 我告诉你有一些卖相很好的东西 它都有动过一些那个方法 让你其实不是很知道的 所以就像我们有时候买那个鲑鱼也是 我还要选那个颜色红红的 我告诉你有的是泡水有熄下去 你拿回家一退冰 奇怪怎么那个血水是橘橘的 红红的 所以无流金针是从安全取向来 希望把最好的金针花 我们的入菜的时候 你吃的可以很安心 那我除了这个无流金针之外 我想我们也让大家来认识一下 因为我们讲到了大地的餐桌 也介绍了说 其实那个整片的山 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呢 都会慢慢去研发一些新的产品 那我们刚讲到1到6号 最重要是7号 现在有个台东7号 它就是可以用来食用 用来吃成为最主要的这个农产品 那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是不是分数上也可以我们介绍一下 这朵就是7号 台东7号 大家可以看到它颜色就是比较橙黄色 有的是比较偏红 那它比较偏橙黄色 然后还有它的花药本身 就是等于它的花粉花药那个部分 它是比较浅和色的 所以它拿来做无流金针的时候 颜色就会非常的漂亮 然后它的产量也很高 那所以像在这个台东 台东改良茶也都在台东地区有在做推广 好那因为它是作为食用 那其实在种植的时候 也有一些特性跟我们一般看到的金针花不一样 比如说它比较不会 因为怕种起来 它倒的话其实就怕它死掉了 然后它怎么样它可以种的是健壮的 这是不是也它比较不一样的特性 对它的花梗也是比较停止一点 比较值 对对对 它用啊 对对对 所以在采收的时候也是比较方便 是 对 它除了看用衣花 这个食用还有一个番外偏 还有一种叫做什么笋 碧玉笋 碧玉笋 各位 碧玉笋 它跟金针花也有关系 它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碧玉笋 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叫做笋字的就是嫩牙的意思 就指植物的嫩牙 像例如说竹笋 就是竹子的嫩牙 那碧玉笋也是就是金针的嫩牙 那它就是要把老叶切除掉以后 然后覆盖黑布 然后让它再重新长出来的时候比较脆嫩 因为没有照光的时候那个纤维会比较细 那用它这样长出来的幼牙 把它剪下 就是采收下来 然后去卖 这个就叫做碧玉笋 然后来清炒肉片啊 这个都蛮好吃的 它不是经常会有 我偶尔会在市场看到 那可能你在超市的话 就比较容易看到一包一包的碧玉笋 我就觉得农民朋友真的好聪明 整颗整株 我告诉你金针花对我们真是 全心贡献付出 煮头咬尾都给你就对了 通通都给你啦 碧玉笋拿来炒肉丝也是好好吃 但这也是有季节性 坦白说金针花也是有季节性 那这个季节性也是成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所以你如果拿来入菜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妈妈喜欢拿金针花来炒肉丝 那你看像这个 比如说我家里也常常会用金针花来炒肉丝 你知道金针花用新鲜的金针花用炒的时候 那口感脆的脆脆的对好好吃喔 很爽脆喔 很爽脆 我不只是拿来炒肉丝 有时候我会再加一点木耳下去炒 也很适合 对对对 也是非常适合 这个妈妈都比我们聪明了 你可以做各种不同的料理 不只是这样子 有一些这把最新鲜的 其实这阵子我都有买到新鲜的金针 可以用类似像日式料理那样 用炸物那样的方法 对天妇罗 金针天妇罗 对 你看那个炸起来是不是很棒 对 那如果你是要入菜 你是要煮汤 最大宗应该是煮汤 对 是不是 对传统的我们就是做金针排骨汤 那当然如果说 要结合一下我们花 花童在地的农产品的话 像我们那天的大地餐桌 有一道菜就是这个叫 它叫做金牌勇士旺悠汤 金牌勇士 对 金针排是排骨 然后勇士就是指我们的勇士豆 树豆 然后金针又叫做旺悠草 所以就是金牌勇士旺悠汤 那它其实就是先把 这个我们的排骨 稍微汆烫一下 过个血水 然后再加一些姜片 跟树豆去炖煮 然后等到炖煮了已经差不多 树豆软了以后 然后金针可以先稍微泡一下 用冷水泡一下 然后再下去滚个五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你知道金针跟排骨真的是好朋友 对对对 你常常有时候到餐厅 我如果看到有那种老字号的餐厅 他们会用一盅一盅 对 金针排骨 对对对 我就觉得好过瘾 好好吃 尤其是热热的 然后你吃的感觉真好 那现在其实大家也会用比较稀释的方法 对 来食用金针 有的人怕胖 他可能就用水煮一下 或者烫一下 那当然你现在看到这个更有趣了 他就比较研发出西式的方法来料理金针菜 对 他用汉堡 对 这个是我们在前年的时候跟这个金针协会合作 那其实金针协会一直致力在推广我们的这个金针的产业文化 还有他的一个多元应用 所以像那次他是希望就是说结合我们比较年轻的厨师 比较有创意的厨师 去开发一些金针的创意料理 好像大家可能不要只是局限在刚刚讲的金针排骨汤 但我很喜欢 最简单最简单 所以我们最容易使用的 所以他其实是可以有很多的巧思变化的 那甚至像我们去年也有跟这个阿美麻吉花莲的这个名产店 阿美麻吉去开发金针的伴手礼 就是他叫金针小鸡卷 就是一个烘焙食品 然后就很适合当成伴手礼 那其实我另外介绍 因为其实像以金针来讲是很少数的是干燥花卉的一个蔬菜 的食材 那干燥花卉 干燥蔬菜有个好处就是 其实他保存期限就会比较长 因为一般我们生鲜蔬菜的话保存期限都会比较短 那像这个保存期限比较长 所以你在家里甚至他常温就可以储存 你要吃的时候就丢一把下去 我之前买这个金针送我阿姨的时候 他说他煮水饺有时候他就丢一把下去 烫一下 然后就等于当一个蔬菜的补充 这也是很不错 煮水饺都可以 就是有点像汤饺的概念 因为金针它有很独特的香气 所以你可能想说啊吃水饺好像有点干 那我想弄个汤又不想另外煮个汤 那你就直接把那金针放下去 那个整个汤气的香气就上来了 就不一样了 这个其实我都不用教 我发现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们 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妈妈籍的就超级会去变化 那我们现在也希望量产上来的时候 也能够多有变化 所以才会想说也许可以跟麻糬去做结合 或者说其他的糕饼做结合 我觉得这个都大有可为 因为它真的有它独特的香气 那讲到这个 因为事实上我们的观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力 尤其到了八九月的时候 这个高山金针开始产出的时候 我们还特别预留 不管你倒是去这个复礼或者是玉礼 你就看到一整遍都是金针的花海 那么我们把它变成是干燥观赏的时候 我们其实还是运用了许多它的很棒的价值 其实不只是观赏 我从资料里面发现说什么 它的叶片还可以做仙值 这个吓得我一跳 它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作用 对 那还有就是花苞可以做金针的鲜蕾 新鲜食用 对就是刚刚阿德杰有讲到我们你现在市场可以买得到 对 炒的那个金针 新鲜的 或者是像炸的天妇罗的那个都是新鲜的 对 对 对那个是可以这样用 那干的 口感比较清脆 对对对对对对 那干的呢就是像我们这样子整包的 那讲到这个整包呢 我们也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些农民朋友他们的辛苦可以透过我们的标章来认识一下 我们请分数长来介绍一下这些产销履地的这个证明 那我们在推这个产销履地的标章就是他必须要经过第三方验证 然后验证通过完了以后就是针对我们会针对土地验证 然后还有针对产品那农友他必须要去做记录他所有的生产记录我们只要扫一下这个QR Code 然后你都可以查得到这是谁生产的然后他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去做管理 然后什么时候采收什么时候出货 那这样子对于我们的消费者就非常的有保障 而且这些也都会去做这个农药残留的一个抽检 那确保这些产销履地的产品都是符合我们国家安全标准的 是你看这就是60代三的 然后无流金针我们今天也学会了 就是早期为了让他颜色漂亮 然后卖相比较好就会去泡那个流 那现在是用比较用针的方法 对或者是直接干燥就无流金针对 所以就会安全性相对是高很多 那再加上我觉得很棒的就是这样子一包 他不需要去冷冻冷藏儲存对 那你可以放在我们厨房里面任何柜子里面 所以还是让我们阴凉的地方就好了 你不要晒太阳就可以了 随时抓一把出来随时抓一把就可以用不到 那我介绍一下这个安全金针标章好了 好彼一下这个地方 上面这里也是一个黄的 来我们从镜头上 麻烦帮我们看一下这个表彰 是台湾金针 就是这个标准 好 那这个台湾金针 就是我们为了要确保金针的 这个含流符合标准 所以我们就请这个台湾金针协会 会做一个自主的一个抽检 然后他会去 等于就是金针的生产业者那边 去做抽检 然后抽检完送仪大去做检验 合格的才可以贴 这样子一个台湾金针标章 那当然 对 所以如果说要确认 是不是买到台湾金针 那当然就是认名像这样子 台湾金针标章 还有像我们产销履历的标章 那以及像这个 我们的 这个也是 对QR Code 这个台湾农产品追溯条码 这个可以溯源 对 这个都可以去扫描 就可以知道生产者是谁 还有像我们也有有机的金针 那这些的话 买起来就可以确保说 我的来源是非常的安全 然后有保障的 对 安全安心是最基本的 那我们今天也认识到说像这个无流金针 它会特别去强调就是时代进步 已经不再用流来处理金针花了 所以你就不要想说金针花去买那个鲜艳的颜色 不是 其实你不用去选那金针花颜色 特别的鲜艳 你去认这个我们的产销履历 还有扫这个QR Code 对 还会比较安心 因为你直接知道这是哪一个农民种出来的 怎么会这么漂亮 怎么会这么香 这个就是我们农民朋友的辛劳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也给他们更多的肯定 那既然讲到金针花 我们来认识一下金针花 用一张图来认识金针 哇 这个金针嫩净 就是刚才分数长讲的 碧玉笋 对 这个就是碧玉笋 拿来炒肉丝 其实很清脆 对 很嫩的部分 对 然后开花呢 就是金针鲜蕾 常常开花前一到三天就采收了 所以它叫一日花 对 二日花 三日花 对 它是倒推回去的 不是 不是开一天两天三天 它是倒回去 开花前一天 前两天 前三天 你不能够等它开了 因为开了以后就不好吃 口感各自不一样 像是金针嫩净的碧玉笋 它是清甜 纤维细致 可以取代像是 我们用的葱蒜来做调味 那你单独炒肉丝也很好吃 那新鲜的金针花呢 它是色泽比较嫩绿 那鲜脆爽口 那如果做成像今天 我们给大家看到干燥的金针 现在是用那个熏蒸的方式 熏牛的方式 那你会发现它都是在花开前 一两天要先采收 那制造这干燥的过程 要经过日晒 还有热风干燥 和发酵和水蒸这些加工 光是这个制成也不容易哦 对 它的温度要控制得很好 才能够保持这个色泽这么漂亮 有什么比较困难 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像这个无流金针的话 它就是变成 它前期要用比较低一点的温度 先让它水分减少 那后期再用比较高一点点的温度 然后就控制在水分干燥 大概是10到12%这样子 这样子才能够长期做保存 所以保存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难 那我们今天其实也让大家认明了这个标章 因为优质的金针花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标章来去认定它的品质 我自己也是会在传统市场买 有很多朋友可能蛮习惯去 类似像迪化街这样子 南北货都有的 那这些东西的储存 保存的状况 你可能要多一点了解 但我们也交几招给大家 如果我就是那种开放的架上 那整体在那儿 我要怎么挑才能够挑到比较好的金针呢 好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我们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很棒的金针 它的颜色比较呈现这样浅黄褐色 然后我们第一个先用眼睛看 颜色不要太过鲜艳 因为太过鲜艳可能就是 它留的处理也许下的手比较重 那可能或者是说已经黑黑的 有这个就是比较暗褐色 也有可能是放太久 它又稀释回潮 那所以就是看起来这样浅黄褐色 那再来闻一闻 闻的时候像我刚刚一开封 这个主持人就可以看到 好香 我们这个直播间就看到非常的香 它有淡淡的这个花香 非常的优雅 然后再来也可以摸一摸 像这样子它是干燥状况很良好 很干爽不会有粘手的一个状况 所以如果是散装竞针 可以用这样子去判断一下 它的品质怎么样 是那你如果不会选的话 你就选那种安全标章的 但是呢美味的食材 选购的方法 我们也给大家透过图示来看一下 颜色鲜艳或者呈现那暗褐色 气味刺鼻的 No No 这种就不适合了 那好的呢 就像刚才分署长也讲了 就是触感是干燥的 包装是完整的 标示也是很清楚的 那我们刚才也特别一再提醒大家 要认名标章 那这些标章就是对品质的保证 也是对农民朋友他们辛劳的一种肯定 那尤其是你看台湾金针 他就画了一堆像金针的标章 那就证明就是最好的金针了 是 而且像我们在做这个台湾金针的这个产地抽检 其实像含流率的那个合格率都是百分之百 所以其实只要认名标章 消费者买的都可以很安心 所以这个标章我们也提供大家作为参考 真正能够把金针花妥善的来运用 它有这个季节性 除了观赏之外还可以来食用 那当然我们之前有办了那个大地餐桌的活动 它是要增加我们对于农业环境跟天然环境的了解 甚至也办了很多活动 类似像是这个小学堂一样给小朋友长知识 这些都是想要把金针花的这些知识 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 对 那我们就是透过金针协会 有办像这样子大地餐桌 然后利用在地的食材 当然除了金针我刚才也有介绍到像树豆啊这些 还有像这个我们在地的毫米去做一些结合 然后让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这么优美的这个金针山的一个环境 然后在美景的陪伴之下 然后同时其实最主要还是要了解说这个金针是怎么样种出来的 那可以从这里面学到很多这个产地的一些知识 那在这样子的体验相信大家对于这样食材的来源会更放心 而且也可以促进我们地产递销 那就是要用实际的消费来支持我们的农友 这是最重要的 这样农业才可以永续发展 我们刚才也把网站给他贴上来了 各位你一边看的同时一边可以开始挑选了 哦那花东地区有什么好吃好喝的都给他买起来 这也是在地震过后 我们很希望可以对花莲地区的朋友们给一些最给力直接的支持 那刚好是惨记 那金针花其实也是现在正要盛开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在轻旅行的时候 你可以选几天的时间 因为最近最近其实因为地震过后去花东玩的人比较少 对 那如果真的是忘记的时候 我跟你讲你是订不到位置的 现在应该还可以订得到位置 呃现在应该是比较容易了 那其实像现在那个交通部观光局也有一些 应该是对他也有一些这个优惠的措施 是像现在如果是平日去的话 他一个房间可以补住一千 然后如果是假日补住五百 哦 所以趁这个时候赶快去 是对就给你一个赏花攻略 看一下就在花东地区 如果你要去看金针花的话 就是赤柯山六十淡山 好在北南乡金针香 这些你注意一下月份哦 平地金针现在正式产季 对 嗯再过一段时间高山金针也会陆续上市 对就是暑假开始以后就会陆续来了 对那暑假的期间你不妨现在就可以预定一下 嗯那来这里看你会看到那个风景之漂亮的 那个蓝天哦好那一整片的白云哦 我的天啊美丽的金针 美丽的金针哦 那来这里玩可以看到不同角度的美景 包括从海岸线的山脉往上去看 可以看到些什么地方呢 对因为像这个六十淡山还有像赤柯山 它其实都是在海岸山脉上面 是 然后呃其实它可以往这个山下 或者是往上往上下就看到的是我们的重谷美景 然后一整片 对对对 盗浪这样子对对对 像现在刚好就是盗浪的时候 耶像那个玉璽地区农会在礼拜六上礼拜六还举 上礼拜天还举办这个盗浪的一个路跑 哦 然后就是像在那个193公路旁边都是阿伯勒 然后旁边就是金黄色的盗浪非常漂亮 那现在是水到即将要采收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去重谷的话欣赏盗浪是最好的时候 那另外在山上的话因为我们从海岸山脉这边往西边看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中央山脉 那也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壮观 然后晚上的话也是关心的一个好地方 因为它没有光害 没有光害 花莲的这个星星夜空真的是非常的美 你看一下这张照片你会吓到耶 就是花莲晚上的景致 没有光害 看起来像白天一样 但是就是光影 然后星星满天耶 好美哦 你光是站在 哇 各位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整遍的金针花田 但是入夜以后你会看到这样的美景 这个要去几天才过瘾啊 那至少要排两天一夜啊 在那个山上慢慢体会一下这个美景 然后散散步啊 那在上面也有规划很好的步道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这样子散步上美景 它可以看这个地方很棒的地方就是它可以看日出 它也看日落 因为日出跟日落的景是不一样的 那日落我们只能看一半 因为我们在东部会被 不是我们会被中央山脉挡到 对 所以就像在西部通常是看日出 然后我们在东部的 对不起讲错了 在东部人看日出西部看日落 但是因为看一半 所以我看过有人在网络上po了很多照片很漂亮 就是像耶稣降临一样 咻那个光 有那个光会射出很多道非常漂亮 他们就说是耶稣光 耶稣光 但是我们希望可以除了去赏美景之外 刚才有特别讲到 重新出花 对 那那个花就是 花莲的花 花莲的花 除了赏金针花之外 还有很多跟农业部合作的一些电商平台 那各位也可以把握一下 因为现在你只要购买花莲专区的一些产品 不管是我们想得出来的洛神花蜂蜜茶 还有蜜香红茶 花莲的西瓜是差不多到一个段落 花莲还有蜂蜜 对还有蚝蜜 蚝蜜 对 这些都可以直接在我们po上来的网站里面 你连结就可以购买 对 那最重要的是重新出花 就是我们给力更多 给花莲的农产品更多支持 对 因为在这一段期间来讲 他们真的是蛮辛苦的 那你看看我们整片的花田 然后看到整片的那个金针花 还有我们可以吃的金针 你看这张金针 这个金针我觉得看起来像假的 可是它真的是真的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怎么样 实际行动来支持一下 重新出花 那其实也要很感谢 就是我们这次台湾的很多民众 真的都是蛮支持我们花莲的农友的 包含像我们在西望广场 也是让很多农友都去摆摊 还有像圆山花博 那像这个 其实他们就有讲了 这次花莲卖西瓜 尤其地区农会去卖西瓜 以前人家都是要切片切好了 因为台北处理垃圾有成本嘛 然后这次整颗带过去 直接爆了就走 然后甚至买西瓜 他们说他们头一次卖西瓜卖到要排队 然后要发号码牌 好感动哦 大家真的都非常的支持花莲 所以把握时间 这个重新出花 直到六月底 所以赶快上电商平台来 用行动来支持我们的花莲 买500 还给你折100 对 打8折 送100 对 送100 送100 你还可以再买其他的东西 是是是是 西瓜整颗都可以包回家 对对对 所以阳光金针朵朵朵开 花莲秘境 今天都已经讲给你听了 再来就是你赶快预约时间 欢迎来花东地区玩一玩 对 那金针花也认识了 我们今天的无流金针 现在金针真的吃起来更安心 对 那我们的产销履历 还有我们的QR Code 扫进来 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哪一个农民种的 对 吃的更安心 也更健康 今天非常谢谢分组长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欢迎大家 每一次在节目当中 我们所看到的农产品 都给他支持 是 都给他买起来 买下去就对了 吃光 买光 为国争光 谢谢分组长 谢谢大家 拜拜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 再见 拜拜 哦 ön